我家女兒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她有一次寫了一些按摩券 她訂了一本 只要累的時候我可以撕一張給她 讓她幫我按摩這樣 那時恩因為我家住公寓四樓 我手上常提很多東西要上樓 她都會主動跟我說媽媽我幫妳提 那四篇呢 她常常就是放寫看到我的第一個時間 她就是會衝過來抱我這樣 那個時間好像過得很快 現在都長大了 最開心的事情就是跟他們一起去看電影的時候 他們都跟我一樣很喜歡看電影 所以我就跟他們一起去看他們喜歡看的電影 我沒有看我喜歡看的 我都陪他們看他們喜歡看的 但是他們喜歡看的跟我也差不多啦 所以我也很開心 我跟我的小孩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他們還小的時候 然後每次到睡覺時間 我就會開始念奇異恩典 那時候的奇異恩典 兒童版都是講故事 所以還蠻好看的 然後講完故事之後就可以讀經禱告 我還蠻懷念那個時候 然後我覺得那個段時間很美好 我跟孩子的相處最幸福的就是說 孩子們在家我會跟他們說 我們來一個禮拜聚一聚 然後彼此分享在學校啦 還是在外面所遇到的一些 淋淋種種的事 我很感謝上帝 是給我一個這麼乖巧的女兒 有她的陪伴 讓我覺得不孤單 她總是很貼心的 每天陪著我聊天 好 那我很感動的一件事啊 就是 子恩以前有寫給我一封信 她說 親愛的媽媽 您好 我每天都看你好累 我可以幫您捶背 等你很老的時候呢 我會帶你出去玩 還會帶你去公園散步 還會帶你去騎腳踏車 祝天天快樂 女兒子恩上10月30號 那我看了這段時間 我覺得那時候好感動喔 母親節快到了 有什麼話想要對媽媽說呢 萬分的感謝 嗨 媽 謝謝你每天為家裡的付出 祝你母親節快樂 我想要感謝我的媽媽 就是從小到大 對我很照顧 然後也很關心我 那就是也在母親節要祝福媽媽 能夠真的身體健康 母親大人 祝你母親節快樂 然後謝謝你從小幫我帶大 然後非常感謝你 媽 謝謝你 總是把最好的都給我 祝你母親節快樂 希望你身體健康 謝謝媽媽 媽媽平常給我全都給你吃飯 然後母親節快樂 媽 母親節快樂啦 等一下 天啊 天啊 受不了 親愛的媽媽 謝謝你 每天為我準備早餐 也很努力的照顧我 你知道我有遭遇症的時候 你心裡非常難過 但是也謝謝你願意花更多時間的照顧我 帶我去找聊 讓我變得越來越好 祝你母親節快樂哦 我愛你 親愛的媽媽 你好 謝謝你每天都逼迫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永遠愛你哦 祝天下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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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